在講日本之旅之前 我首先都要推銷 就是大家看看 這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杜哥 杜汶澤的 去年開始賣小道良品的 鵝油麵 大家看見增半麵 怕會越吃越肥 其實任何碳水化合物都會吃肥 它會不會特別肥一點 增半麵其實是有些食時玩的 因為這些半麵撈麵 半麵 剔壽邊那個 也有增半 那你瘋狂地吃 當然是會滿 那你適當地做運動 還有有時會好吃 這隻東西賣得貴 88元有幾個麵 但是貴和值 貴就是和其他半麵比 別人的四五十元都有 三四十元都有 它有辦法 但是我都覺得它值 因為它真的很好吃 為什麼特別拿出來說 因為我現在有收貨 不多 幾個花好一 我還在用減價 因為阿澤我不能夠影響的牌子 它亦都貴的 我們的價錢 我又不是減得多 但是那些是吃真半麵的 我覺得你應該來買 因為我賣79元 其實79元 都是八折的 九折的 為什麼呢 那期快到了 三月尾 還是三月中 現在 都是二月中的 OK 那你買回去 馬上吃 馬上吃 其實呢 不用馬上吃 是不會有事的 但是你沒有任何產品 有期的 等於等於我們那些 那些刺的人問我 我放了多久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如果你放在兵格上 不動的 其實你放20年都可以吧 那我不會死20年 Expired date 是吧 OK 好 網友 不肯說話了 屌你老母 我決定 去完馬拉回來之後 我再次開拓我們的 旅遊事業 為什麼呢 不過當然 大家 我先準備好了 我帶大家 去這個大阪 我也都不需要 拍外面的那些 agent 我直接 我有些日本朋友 在那裡 我們也有些 同事將會到那邊去做事 我們在那邊 買屋 做Airbnb 或者旅遊團 而我的旅遊團 不要像之前這樣 不謂賺錢 我們一定要賺錢的 一有生存就要賺錢 我還保證 我的團一定有去一些 外面任何旅遊團 或者你補10萬元 你舉名號 20萬元的團 都去不到的地方 譬如 天王指定的酒店 我老婆去過了 跟那個團 你認識的 因為他們做了幾十年 跟那些日本人社 有那些關係 才可以去到的地方 外面是沒有人會租到的 譬如 一些指定的哥爾夫球場 那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旅遊團 一定會送一個 每一個人 信一個靈驗酒 很厲害 很保存 靈驗酒 還有我們一定有最好的導遊 其實我現在想搞什麼團 但這些我會跟一些我選擇的網友去的 即是開車那些 我想搞什麼團 就是真的要超豪華 不用想 因為我開完這次的車 我都覺得 我都有借一些網友的力 其實包團是好玩的 自家也好 自家也好 你不肯自己拿 別人安排我 我都說好了 我要去哪裏 中間 其實不等於自己 一樣 但是 始終會屬於那邊的 封土文化人情的人 因為旅行 對我來說 除了去吃玩之外 你了解別人的生活 其實是很重要的 很興趣的事 我一定會搞的 各位 當然 明天我連續四天都不會在香港 我其實就是供毛 這次 供什麼毛呢 最主要是給我的MM2H 要續期的 起碼兩天 真的要去搞這些手續 我都不明白 你這個馬來西亞為什麼要做 兩天 至於大家現在外面 我覺得大家 你真是小安無草 關於這個MM2H 外面很多已經偷了舖去做 其實呢 正式的MM2H 就是review了那個制度之後的條件 到現在都還未出 現在正在討論幾樣東西 但是外面的人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其他收入 他們呢 或者他們沒有 責任感 他們就照在那裡銷售MM2H 我就不會的 我就一定是要等到那些東西 所有了解 就是做到做不到 就說吧 我每天叫你買了一層樓 你跟著 你女母員和MM2H都未必批你 現在正在爭論幾樣東西 其實其中一樣東西 反而是那個 原來就是那個 permanent citizen 即不是citizen 那個是居住權 第一 第二就是爭論 他現在那個公司出來說 你每年呢 under age 50 你會在那裡住 60 天 根本呢 他們當地的agent 發展商 銀行 覺得 你50歲以下 人家未退休當打年齡 你讓人住 60 天 根本這個條件 是不可能 fulfill 到的 你說60歲以後 你每年最少要 60 天 那大家都明白 那大家都明白 我還當打了 38 歲 你以為我在這裡住 60 天 你想要些什麼人 其實是爭論兩樣東西 所以還是 那我就跟那些馬來西亞的朋友說 他們就這樣跟我講 所以我說 那是OK 那是OK 這個就是 那是甚麼風格 不是阿萊西亞風格 那就慢了 拖了 OK 那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這個頻道 多謝大家的利是和課金 那今天有課金的朋友呢 福有遊歸 好不好 沒有課金沒有利是的朋友呢 都一樣祝你們 福有遊歸和報告公聖 沒有那麼衰 沒有那麼示威 大家老有記 那繼續上來買東西 那明天再見 拜拜 再見 拜拜